霍林市聚有民众发现某豪宅经常开毒趴 霍林县警局长期监控意外查获了装毒瓶的纸箱 是来自于知名的饮料店 贩毒集团利用饮料店二楼空间做掩护制毒贩毒 让首客直接到店领取 警方破获此集团 共居提7人 两名主贤遭法院羁押 一手拿咖啡一手拿K 还拍照破网行径十分大胆 华联警方接获献报指出 华联一处豪宅经常举办毒趴 进出人员复杂 进行长期监控后 待时机成熟向法院申请搜索票 具体诚信嫌犯等其人盗案 位于华联集安交界处的某豪宅 经常举办毒趴的情势 豪宅内甚至留出一张炫耀吸毒的照片 行径相当的嚣张 本局争之后 随时以立案来争取 并报请检察官来指挥侦办 日着见时机成熟 本局行大接同 花联分局侦察队群务同仁 持台湾花联地方检察署 地方法院 开立支拘票 搜索票 同步来执行查信的动作 于豪宅攻坚现场 当场查获了四级毒品 先驱原料 二氨机 補销机 二本筒 有5.7公斤 如咖啡分装袋 以及印有某知名饮品店logo的装毒纸箱 另于某知名饮品店二楼 一查够到了这个装模机 以及分装袋等证物 那纵观此案最为嚣张的行径 在于这个购毒收客 竟然能以倒店取货的这个方式来购买毒品 警方更意外发现陈贤等人 利用加盟知名饮料店的二楼 来制造分装毒品贩卖 首客还能直接到饮料店取货 全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 以送华联地检署赋讯 向法院申请羁押两嫌或准 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情势 立即向警察机关检举 共同打击犯罪 记得蒋帮叶华林氏报导